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4月2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爆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首先咱们看一个关于恒大的消息 恒大又再次成为被告 近日我乐家居发布公告 称为加快应收账款 催收力度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积极通过诉讼途径 维护合法权益 连续12个月内累计诉讼事件 涉及金额约1.38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金审计金资产 12% 据统计 我乐家居披露的重大诉讼案件 共5起 涉及恒大及其关联公司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 横钱 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等企业 按由主要期买卖合同纠纷 票据纠纷 就是我乐家居啊 把这个恒大给起诉了 也是应收账款的事情 那么它起诉的不仅有恒大 还有中南建设 这个中南建设啊 包括海南 横钱 材料设备员公司 这个可能都是跟恒大有关联的 或者要么就是恒大的子公司 要么就是恒大的关联公司 要么就是恒大的合作公司 都是三角寨嘛 那么这个我乐家居啊 已经等不了了 只能租法律途径啊 把恒大给告了 这个我以前给大家说过 只要这个广州市中院管辖这个发生变化了 那么各地法院呢都可以受理关于恒大的案子 那么各地的债权人就在法院起诉恒大 所以说以后关于恒大的官司非常多 应接不暇 你想恒大有一点几万亿的这个负债啊 账面上就1.9万亿 那表外负债呢 估计也有1万亿 那这么多负债 起诉恒大啊 这个官司肯定是非常多的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恒大啊 现在给人感觉是满血复活啊 这些自媒体啊 还有恒大的公安部啊 还是很卖力的 正在吹嘘恒大 怎样复工复产 保交楼 这个楼盘的品质是如何如何的好 就是虽然爆雷了 但是品质没有下降 等等吧 就是给恒大捧臭脚的吧 那么咱们还是关注恒大啊 这些保交楼的问题 4月27号 苍州的恒大锐府 这些业主啊 有维权了 大家看段视频 请不吝点赞 这些业主啊都是为了这个复工复产维权的 这个苍州恒大瑞府啊到目前为止 复工复产遥遥无期 再看一个项目 恒大江湾 这个也是复工复产遥遥无期啊 当然了遇到复工复产烂尾楼问题的 不关是恒大的业主 融创的业主也毫不在那里去 这个4月28号啊 就是昨天融创海溢长洲 三四百名业主冒雨来到开发区 住建局寻求帮忙 登促融创复工 希望融创能按照其他通知业主 延期三个月交付的承诺 按时交房 大家看一段视频 融创4月21号在住建局门口 单面承诺4月27号大面积复工复产 实际上工地根本没有一个人 融创三次承诺复工计划 都没有实现 融创答应的每次复工复产 都是派几个人在那糊弄一下 干几天 所以业主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冒雨打伞 再次来到住建局求帮忙 让住建局登促融创复工复产 下面还有一段 大连开发区融创海溢长洲项目 这个维权视频 恒大融创面临的是烂尾 保交楼的问题 因为他资金店断了 那么碧桂园呢 碧桂园也不省心啊 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碧桂园的项目质量问题堪忧 一个它是高周转 这些内控啊 质量未必能够高标准 严要求 能够做到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加 第二个呢 因为这个利润的问题 开发商只能压桌成本 这个原材料 以次充好等等吧 我给大家介绍过 这房地产现在净利润 只有5%了 这个5%就得要从各个方面去抠啊 所以难免出现偷工减料 以次充好的现象 那么呢这就会导致房屋的质量有问题 加上现在房价都在下行 那么这个业主啊是不能忍的 一买到房子有问题 立马就要投诉 就要维权 房价暴涨的时候 业主是不会去维权的 为你这点小事啊 去维权 好不容易千斤万苦的啊 过五关 斩六将 摇号啊 万里挑一的 好不容易中签了 买一套房 你说能喂一点这个小毛病 你就要去维权吗 那这小毛病 你要维权 开发商说 那你不要把房子退给我啊 我把钱退给你 业主就傻了 肯定不愿意啊 所以这个房价暴涨的时候 没有维权的啊 维权的非常少 但是房价一跌 或者房价不涨 维权的全部出来了 那就是说你开发商要 我现在就是需要你退钱了 你把钱退给我啊 退给我 我在别的地方买 那价格还便宜啊 所以这个逻辑都变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B轨这个视频 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 但是呢 外立面在剥落 这个还不仅这个美观的问题啊 保温保暖的问题啊 这还涉及到安全的问题啊 你也是在附近有人路过 那个磁砖 外立面剥落 这要出事故的 不光外立面剥落 你看这个B轨元的房子里面 质量也是堪忧啊 咱们看段视频 现在这种维权越来越多 原因就是房价 它不涨 甚至还在下跌 这样的导致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啊 现在都变成了严重问题 大家有维权 我们再看一个啊 突发的消息啊 这个是今天中午才传出来的一个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割地 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我们看看具体内容啊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 完善房地产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优化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个字少啊 事情大 内容不多 但是呢这个里面的隐含的意思啊 非常丰富 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啊 首先啊 这个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 就是中国最顶层的会议了 在湾上就没有了 这个顶层会议决定的 当然了我相信他讨论的 可能不光是房地产 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专门把房地产这一段 把它掐出来 中午把它宣传出来 这也是有目的的 还是为了稳住房地产 稳住经济啊 对吧 这是第一个意思啊 我相信这个中央政治局 开会不可能就 开个房地产的会议啊 至少还有一个就是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对吧 这个其他问题 但是仅仅把房地产这个摘出来 通过媒体把它发出来 这个是有深意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从内容来说啊 有两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什么呢 支持各地 从当地实际出发 完善房地产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这句话这么理解啊 就是中央支持各地 从当地实际出发 完善房地产政策 你这个就可以理解成 中央放权 给各地政府 这叫支持各地 从当地实际出发吗 那就是你们当地自己看着办 自己从实际出发 那中央定的调子什么呢 就是管控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 管控重点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后面一句啊 要建置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这个显得就有点这个弱化了 可有可无了 重点在前面 重点是防范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 这个是重点了 后面啊 再加上一句什么房子不是用来炒的 是用来住的这个定位 这个已经弱化了 这是第一个啊 然后把这权利啊 给各个地方政府 你们自己看着办 从你们当地实际出发 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就行了 你们自己调整政策去 想出什么政策都行 只要是刚需房和改善性住房 你都可以去做 没有限制 就中央对你没有限制 那这个大家想一想 地方政府 他完全有理由解释 什么叫刚性啊 什么叫改善性啊 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的 对不对 你中央有没有一个政策说 规定了 什么样叫干性 什么叫改善性 没有 那这些政策 都是地方政府定嘛 你买第八套房 地方政府也可以认定为叫改善性啊 对吧 因为你第一套房可能是自住 第二套房是给孩子的 第三套房是给岳父的 第四套房给自己父母的 养老的 第五套房又是干啥的 第六套房 反正第八套房是改善性嘛 对吧 你政府随便解释啊 这不就相当于炒开了吗 各地政府把二十房再打开了 对吧 二十房交易 也不是什么两年三年限制了 你只要拿到房产证 就可以去交易 彻底把这房子的流动性啊 给他这个放开啊 系统性风险主要是流动性导致的 因为房子不流通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 房子在流通的话 系统性风险反而小 你要房子流通的话 你必须要把二十房放开啊 对吧 那就避免人家买房的人成为最后一棒啊 对吧 人家要换房要改善 必须要把守人的房子处理掉 但是你让人家不能处理 你自己想折再去贷款买第二道房第三道房 这个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你看各地政府啊 你就要自己想折去啊 什么招都能使 所以我说那个房住不炒这句话 马上就要成为可有可无的了 弱化了 第二层意思啊 这个更有意思了 就是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优化 那就意味着你现在的这个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还有提升的空间嘛 要不然怎么叫优化呢 那怎么提升空间呢 无非就是你是不是监管多了 或者监管的太死啊 要动态监管 要灵活监管 要适当监管 你不能监管太多 你不能把所有的项目资金 你都拿来管住 这样的开发商就没有灵活性了 大家想一想 我上一期视频说的什么 讲的就是国务院两派之间 对房地产的这个分析 我想如果没有看过这视频 把前面的视频再仔细看一看 认真的看明白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今天你看 党中央国务院 立马就验证了我的说法 优化商品房 日售资金监管 这是中央给朱建部盯的调子 央行跟朱建部说 说你们这个监管太死了 你这个监管太多 朱建部是不服气的 朱建部说我 我监管 那是我的政策 我不监管这么多 我不压这么的钱 那房子烂尾了 找谁去啊 地方政府又没钱 开发商把钱挪着到处跑 我也不把他钱看住了 他把那买房人的钱 按揭贷款都花掉了 挪走了 回不来了 房子烂尾了 这些购房的人权益 怎么保障呢 这些购房的人维权 社会不就不稳定了吗 对吧 朱建局没错啊 所以朱建局反过来 认为你央行 你这个调控是不是有问题啊 水放少了 你再给人家多贷款 那不就完了吗 多放点水 对吧 央行说我放水放不了了 再放出问题了 双方就是踢皮球嘛 都是指责对方嘛 所以你看 这个朱建部门和央行 之间是有矛盾的嘛 就是房地产这一块 那谁听谁的呢 他们都是拼击的 谁不听谁的 谁协调不了谁啊 谁指挥不了谁啊 那这官司打到中央去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断案 断的案子就是支持央行 要求你 朱建部门 要优化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 那接下来 追击部就没办法了 对吧 回了好好算账了 你本来压人家五个亿的 现在能不能只压两个亿 剩下三个亿还给人家 让人家花去 因为央行这边实在是没招了 央行旧市的政策 已经基本上用完了 工具也用完了 他又不敢降息 放水又不能放 只能定向放水 然后给这些优势房企 给他什么并购贷 给他发债 资本市场给他 这个什么优惠条件 总之 这些央企啊 这些优质的民营房企 他不愿意去 并购那个处雷房企的项目 对吧 你怎么给他贷款 他都没用 他不愿意去 央行就没辙啊 那还得从这 出现房企资深来解决 给他们造血 对吧 让他自身抢起来 那资深抢起来 无非就是 你把他的钱还给他 你压了他很多钱 所以说看新闻啊 要会看 你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优化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 那就是你住建部啊 还有提升的空间 你们赶紧优化 不要把这球啊 都踢到央行 央行扛不住了 这就相当中央 在央行和住建部之间 做了一个裁定 从这个新闻 也能验证 我上一期视频做的 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 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个关注房地产的会议啊 我的一个看法 总体上啊 关注旧房市 现在已经到了中央层面了 以前中央层面很少 对房地产 做过多的阐述 一说到房地产 就是两句话 一个是叫房住不炒 房子是用来住的 第二句话就是什么 房地产要良性健康 稳定发展 就这么两句 顶多再给你加一句什么 这个支持刚性 和改善型住房需求 没有了 一个字都不多说 今天多说了这个 就是核心内容啊 它多的这句话 一个就是叫 支持各地 从当地实际出发 完善房地产政策 这是多出来的一句话 多出来第二句话就是 叫优化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 你看 跟以往的政策相比 中央多出来的这两句话 才是核心 才是看点 所以今天啊 下午的股市 好像又谈一波 但是咱们说回了啊 这一切管用吗 我不乐观呢 因为你旧房地产谈房地产 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是旧房地产本身啊 谈房地产意义不大了 因为现在问题不在房地产这儿了 问题是在预期这一块 就业这一块 居民的收入这一块 你这边还搞了个大帽子 说房住不炒 如果你说房子随便炒 房价啊 明年涨50% 后年涨50% 两年三年就要翻一倍 那可以 对吧 那大家都要打破脑袋去买房 无所谓这个还得起还不起 对吧 无所谓失业不失业 越失业我越要去买房 靠买房要翻身呢 对吧 因为我今年买了房 明年不行 我把它卖出去 我就空手掏白狼 多赚个30% 多体面啊 对吧 多好的事啊 如果我有钱接着供 供五年 没钱 我明年就卖 这不就30%到手了吗 100万的房子 30万就赚到了 这不比山帮强吗 所以啊 他现在是房住不炒 房子 你可说他涨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几的 这个跟这个银行的利息啊 跟这个GDP增长啊 跟这个人民币贬值啊 基本上对冲掉了 靠房子发财的 这个路是断了 房子只能住了 那么买房的人就得考虑了 那我面临着失业 面临着收入下降 我哪有钱就供这个房子呢 我供了这个房子 他也不能赚钱 我明年一失业 这房子就要断贷 一断贷 银行就要起诉 法院就要把我房子查封 很多人买过房子知道 银行很鸡贼的 你贷款买房的时候 你前面还的房款 全是利息啊 你不能说全是利息吧 就是利息多 本金少 前几年啊 还的大部分都是利息 本金只占一点点 所以你要供个两三年 然后呢 断供了 最惨的 损失最重 因为你这两三年还的 基本上都是利息 本金现在没还 再加上违约金啊 等等 你这违约责任特别大 会导致什么呢 会导致你这几年的白供了 钱白给了 然后房子一拍卖 跟你没关系了 最好的结局就是 你不欠银行的钱了 这是最好的 甚至有的人 把房子拍卖了之后 把房子处置掉了 你还欠着银行的钱 那太惨了 就相当于 你万一 这个房子上面 已经投了几十万了 房子最后不建了 被房源卖掉了 然后你还欠银行的钱 这真正的叫倾家淡产 所以因为这些情况的存在 这很多人对未来预期不好 就不愿意买房 不愿意买房 导致房地产就低迷 现在不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了 现在是经济的问题 是预期的问题 是信心的问题 信心比黄金重要 你不管是央行 还是住建部 还是国务院 还是党中央 你怎么把人们的信心 给它提振起来 让人们的未来充满预期 觉得这个明年会更好 你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才能解决得掉 否则的话 股市就是谈两天的问题 房地产也一样 你喊破了喉咙 是没有用的 他该怎么走 还要怎么走 人为干预 只能影响他一时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